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收看战神全剧情娱乐流程解说 第三集我是三十零 为了不影响大家高考 我也是一直忍着没更新 你知道我有多着急吗 晚上做梦都在想 怪物丽人真好玩 好那么接下来马上就是E3了 为了大家都很忙 不耽误大家太多时间了 我们见风插针就跟一级 然后刚才那只乌鸦不知道什么鬼 之前我一直这个玩了几遍都没看见我 让我插一下其他人功力 好像也都没有这只乌鸦 不知道哪来的 我们先打了再说 感觉这个乌鸦夺了一只 broker发出了警告 前面前方高能有危险 其实就是陷阱死亡机关 那么这一集呢 我准备稍微稍讲一下 这个北欧神话的一些这个框架设定和世界观 我发现这个东西本来不想讲 不讲发现这个后面讲好多故事 还要补充好多设定 挺麻烦的 我们就直接在这儿讲的算了 然后这个钉刺门的话 如视频所见 打那个黄岩色的地方就可以让他退后 然后前面这个针刺机关呢 有两种过法 一种是啊 把这个东西定住以后啊 然后跳过去把敌人引出来 再把这个斧头收回来 然后让这个东西机关落下来把他们压死 这算是第一种 还有一种呢 就是如果你想快的话 就直接这个钉刺机关打到最上面 然后直接打后面那个门 就可以让那个门开开 然后一路跑过去就行 我们讲这个北欧神话的起源 从创世纪开始讲 最早呢 这个世界只有两个地方 一个叫Niflheim 冰霜世界Niflheim 然后另外一个叫Mosbelheim Mosbelheim 是个火焰山火焰世界 然后呢 这两个地方 一边吹这个寒流 一边吹这个暖流 在这个叫金伦家鸿沟的 这样一道沟这儿相遇 然后时间久了呢 这个蒸腾作用 慢慢就诞生出了一个巨人 这个巨人就是伊米尔 也有翻译成尤米尔的 这个伊米尔呢 除了这个伊米尔以外 还诞生了一个 这个一头母牛 奶牛 叫奥德姆布拉 奥德姆布拉 然后这个奶牛呢 就填冰上了盐 生活 然后这个伊米尔呢 就喝这个牛奶 两人相依 一头牛和一个人 相依为命 然后这个伊米尔呢 就是我们巨人族的祖先们 伊米尔晚上这个吃完饭 睡觉了之后 出汗了 出汗以后 在夜下 还有垮下 就生出了好多 好多有味道的这个冰霜巨人 然后他们之间繁殖呢 就形成了最早的那一批的霜巨人 然后这个母牛奥德姆布拉呢 他在舔着舔着 发现冰上舔出来一搓头发了 第二天舔着舔出来一个头 然后渐渐的从冰里面舔出来一个一个人 会埋在冰里的一个人 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人叫布里 布里 然后布里呢 又生了一个儿子 鲍尔 鲍尔 怎么生的不知道 那个时候 大概无性繁殖技术比较盛行 然后呢 这个鲍尔呢 就和一个女巨人 叫贝斯特拉的 结婚了 这边我们过来 剪一下这个魔法面具 那个时候也没什么结婚不结婚 我们这边回去 还有东西没剪 这个 这个时候 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结婚不结婚 反正就是两个人生了三个孩子 三个儿子 三胞胎 叫做奥丁 威利和威 奥丁 威利和威 奥丁呢 就是众神之王 然后呢 这个奥丁 他们这个神异族 他们最早的这个神异族 看这个巨人非常不爽 因为巨人素质低下 你知道吗 巨人这个每天一搞破坏为乐 然后非常粗鲁 然后呢 两边就打了一架 这个这个 奥丁情贼先情王 他们三个就把这个伊米尔给干死了 所有人组建 其实奥丁是体内也有这个巨人族的血液 因为白斯塔拉是巨人 好 我们这边拿到第一个血蜜酒的号角 血蜜酒的号角 这个东西也是提升怒气槽上线 然后这个血蜜酒也是有一个出处的 我们这个以后再讲 涉及到一个叫奥丁盗铃酒的故事 我们这次来不及讲了 以后拿到其他的这个血蜜酒号角的时候再讲好了 这里不着急 走左边还有东西可以剪 这集主要是收集和剧情 战斗不多 然后这个奥丁呢 就把这个伊米尔给杀死了 他们他们三个人合理应该说 把奥丁把这个这个伊米尔杀死 杀死以后啊 伊米尔这个因为是体型巨大的 始祖巨人 他血流成河 直接把所有的其他巨人都给冲走了 这个有点厉害 这里要解个谜 解谜难度不大 反正只要把这个上面的符文给对齐就行 好我们继续讲 伊米尔死了以后啊 这个所有的巨人啊 基本上被全灭了 除了一队啊 叫这个Belgomer 这个夫妇两个人 是伊米尔的孙子辈 这两个人存活了 从这个抓着树枝啊 漂洋过海 来到一个叫Youtenheim的地方 顶居下来 他们呢就繁衍出了之后的这个巨人一族 相当于最早的那批巨人一族 基本上四光光了 然后这个伊米尔的尸体上呢 诞生出了这个一些小精灵啊 小精灵不是那个口袋妖怪的小精灵 向阳的那一面呢 诞生出的是光精灵 或者叫白精灵 他们是长得很白 然后呢 这个颜值很高 长得很可爱 然后这个心地又善良 所以说呢 众人就把他们拉到天上去跟他们一起住了 然后背光的那一面诞生出来的是黑精灵 黑精灵这个长得也丑 然后那个心肠也不怎么好 所以呢就被众臣罚到这个住在地下 永世不得见阳光 这些人呢 就是Dwarf 矮人 也有翻译成侏儒的 关于这个矮人和侏儒啊 这个有的作品里面是不一样的 这个比如说魔兽世界 矮人是Dwarf 这个这个侏儒是Nome 然后还有什么地精 Gobbling 这些都不一样 然后在古老的北欧神话里面 没有那么多复杂的东西 只有一种就是Dwarf 所以它有的翻译成矮人 有的翻译成侏儒 而且它这个种族呢 也是同时具有这个侏儒的设定 就是心灵手巧 这个这个锻造制造技术非常高 像奥迪的锤子 这个这个雷神锤子就是他们造 这边有只乌鸦 藏得非常猥琐 还好这个儿子给提示 这些这个我们呢 这边就按照游戏的翻译 统一叫称为矮人了 不过这个原来设定的话 矮人是不能见阳光了 见阳光会实化 但是我们游戏里面 可以看到Broker没什么事 应该是把这个设定给取消了 好 我们这边来到这一集的唯一场战斗了 主要战斗 有boss 这次的这个山怪呢 又多了一些新招式 它是火山怪 看到没 名字不一样 我们上来先砍它三次 然后会刷杂兵 砍两次就会刷杂兵 我们定住它 然后踢碎 不要浪费太多时间 然后再过来跟它纠缠 它多出来这招 你躲了它腋下就没事了 但是不要躲在它正面 躲在正面的话 它手撒完岩浆还会捞一下 就可能会受伤 然后地上这一下 重锤呢 会留下一片火 你踩上去的话 它会受伤 所以要等一下火烧光以后再过去 等到这个砍到它的血槽啊 到这个快到一半的时候 又会刷杂兵 这时候不要跟它纠缠 赶紧把杂兵给灭了 然后看台 它如果放绝招呢 用那个闪光弹把它打断 它没放的话就算了 这边先轻砸兵 这场儿子也可以作战 但是呢 儿子经常会被这个巨人砸中 陷入这个硬直 然后右下角就不能使用的状态 我们把巨人引一下 拉到右边来 再把最后这个人盖掉 刚才远处还有一个人 直接都飞斧干死就行 困难难度下两斧子 加上这个儿子的剑 补一下 然后这边呢 我们趁它半条鞋以后啊 就大概剩三分之一鞋的时候呢 它会开始用一个全场乱舞的技 这个这个技能非常烦 所以我们尽量最后的一关 这个一半鞋把它一口气打完 这里我们用一下 把眼大佬的这个晕厥大法 先把斧子定在它石柱上 然后趁它这个撒开手 撒岩浆的时候 把斧子收回来 就会可以造成比较大的硬质 然后连续两次 再加上儿子补剑 就可以把它打晕 之前那个把眼大佬套路 我也转发过 好这样的话 一口气可以把它打到 大概只剩四分之一 左右的血量 这个时候再爆气 爆气之前我们先蹭谈一下 刽子手的劈砍造成的伤害不比这个爆气低 爆气你看打不出多少 主要是可以无敌的连续输出 好最后踩它一下 然后再劈它一下 差不多伤害就到了 然后就可以上去终结了 我们继续讲 刚才没讲完的故事 伊尼尼尔死了以后 这个众神把他的这个尸体用来做这个创造世界了 然后就是这个非常老套的故事 这边拿到这个第一个符文重公子 伊瓦蒂的铁针 伊瓦蒂是谁 伊瓦蒂是一个矮人的工匠 非常厉害 伊登的老爸 伊登体内还有这个矮人的血统 伊瓦蒂呢有开了一个铁匠铺 叫伊瓦蒂的儿子们 或者说叫徒弟们 欧丁的这个武器 长枪就是他们造 我们这边开一下这个符文宝箱 诺伦三女神第一次讲到这个宝箱 符文宝箱叫诺伦三女神宝箱 这一次的这个符文呢要同时敲响才行 所以说不能间隔时间太长 拿到第三个伊登的苹果 我们就可以增加血槽上限了 诺伦三女神是谁是这个北欧神话的这个命运女神 分为三个一个叫沃尔德 沃尔德一个叫威禄丹迪 威禄丹迪还有叫斯寇寇地 三个人那沃尔德呢是负责仿线 然后这个威禄丹迪或者叫贝禄丹迪 贝禄丹迪是日本的翻译 因为他们没有V这个翻译 这个威禄丹迪呢他是负责理线 但是这个人呢他脾气啊 品性比较这个波动起伏比较大 喜怒无常 所以说呢他理出来的线就有长有短 有的这个这个斯斑顺滑 有的崎岖坎坷 所以就导致了人跟人之间的命运差别很大 有的人注册B站不到半年 就认识了跳舞的小姐姐 有的人B站账号都五级六级了 转发抽奖 at个人 at个朋友都at不出来 可以看到这个人跟人的命运真的差得非常大 好这边还有只乌鸦 然后呢这个 有人说这三女生 那个那个什么亚力雷纳斯和希尔梅利亚是哪来的 不是也是三女生啊 那个是那个是3A三女生 那瓦尔兹里没有这三人 3A杜撰出来 然后希腊神话也有这个命运三女生 之前我们战神2不是打死了命运三女生了 怎么又出来了 那个是希腊神话的命运三女生啊 叫Moylai The Fates The Fates 克洛索呢负责防线 然后这个拉克西斯呢负责仗良 然后希尔梅利亚呢 然后这个这个 阿特罗伯斯呢负负这个检线啊 这个跟北欧这三女神这设定有点接近了 那是互相影响也是很正常 还有什么三女神 还有这个Arenius是不是 The Furious 复仇三女神 在升天里面大家见过吧 阿拉克图 莫吉拉 和提西弗尼 还有什么三女神 哥尔公三女神 是吧 斯特诺 欧绿阿勒 梅杜莎 你说这么多三女神 你记得过来吗 记不过来啊 大家就要记得刘备冠与张飞就可以了 桃园三女神 好那么继续讲那个创世纪的事情 这个伊比尔死了以后呢 这个奥丁他们就拿他尸体 创造世界了 一个是这个雀肉之蛆做成大地 然后骨骼嘛做成山鸾 那么毛发做成这个树木 这么的 这边还有一只乌鸦 然后呢这个 之后创造世界以后 我们的这个 九戒就基本上就形成了 之前只有两戒嘛 现在有九戒了 从上到下 我们简单讲一讲 最上层是阿斯加德 阿萨神族的这个领地 Aseus 然后呢 再下面呢 是这个 亚弗海姆 亚弗海姆 是这个金陵 金陵族的这个国渡 再往下呢 就是Midgard 米德加德 是人类居住的 就是人间 我们现在在这个游戏里的这个地方 就是Midgard 这个Midgard 一般翻译成中庭 这个 魔界里面 这个Middle Earth 中土世界 这个其实来源也是这个Midgard Mid是中间的这个意思 Gard是庭院花园的意思 所以说这个 指环王里面 还是借鉴了不少这个 北欧神话的一些设定 像包括什么矮人精灵这些 好 那么这个Midgard呢 是处于中间嘛 这边有一个人突袭 我们给他试用一下 新拿的重浮温攻击 这个是一个非常不错的 一个群体控制机 适合用到后面 用到后面最后也是挺好用 虽然伤害一般般 但是控制方面来讲非常不错 好 那么这个Midgard的北面呢 是Niflheim Niflheim 南面呢 是Mosbelheim 这两个我们之前说过了 一个冰一个火 冰与火之歌 然后东面呢 是Yotlheim巨人族 然后西面呢 就是Vanheim 是华纳神族的领地 Vanier 这个阿萨神族和华纳神族呢 都是神族 神族两个分支 阿萨神族是天神 华纳神族的话 主要是海神和风神 这两族之间呢 曾经爆发过战斗 但是呢 后来弹劾了 双方交换了人质 这个我们后面再细说 这边儿子追猎物 追得有点着急 丢了小刀 这个野猪估计是穿了那个 穿了那个那个叫什么 荒原浪人的那个衣服 他第一招 打他的第一下是无敌的 第二下才能打赢去 有些后面会拿到 这个荒原浪人的衣服 这边儿子走丢了 我们按照 这个 这个右左右左的 这个方式就能找到他 在岔路口 岔路口你也可以喊他一下 通过这个立体声耳机来判断方位 什么你干吗 我对不起 阿特洋 我们不认识他伴到任何人 他不,他是我的朋友 男人接下来我的规划 那么帮助这个 保住这里,拜托 保住,我说他失去血 他最后的尊敬在所有的派遇 你把他撞到,你需要食物嗎? 標誌練習 標誌練習 我...我非常抱歉 保持那些壓力,那是我的 我應該會保持近一點 當他死後 我不會讓他 你... 標誌把他撞到一條路 找到兩條路,然後保持緊緊 開始左邊,抓住它,然後保持 葵一針啊,葵一針有點厲害 還能接這個大動脈 所以現在... 葵一針 你一個妻子 我這裡不能結束治療 我的家就在那裡 你會把他帶走 卡兒的眼神 阿爸 阿爸,你幫幫忙好嗎? 祈求的眼神 Grey Thaw 這邊我們遇到了 林中女巫 一個... 友善的NPC 遊戲一開始的時候 葵也砍樹的時候 那麼大樹莊 扛肩上就走 這個豬 看上去很重的樣子 抱著他都走不快了 看來不是一般的豬 有可能是豬神 大家聽過豬神的黃昏嗎? 好,我們繼續講剛才的東西 這個人類世界下面 是這個... 斯瓦特爾夫海姆 斯瓦特爾夫海姆 他們是這個... 諸盧 諸盧這個矮人 矮人住的這個地方 黑金 然後再往下呢 就是赫爾海姆 那是亡靈住的地方 冥界 相當於是冥界 一般死掉的人呢 都會去冥界 但是... 不一般死掉的人 英勇戰死的人 就會被奧丁 派這個Valkyrie 女武神接到這個瓦爾哈拉 為了這個... 豬神的黃昏做準備 我們這邊看到出來一隻土台龜 土台龜有點害怕 我們奎燕拿的武器是兵器的 這個諸神的黃昏啊 根據預言 所有的這個... 神族啊 將會跟這個... 神族一切的反抗神族的那些人 發生一場世紀大戰 最後雙方是幾乎同歸於盡 全部死光 然後整個世界複製一具 最後倖存下來的幾個神 就創造了新的世界 是這樣一個故事 所以說呢 奧丁很早就知道這件事情了 他就... 已經未雨抽摸了 其他的神呢 並不知道 所以說... 生活得非常快樂 幸福是吧 這個就是北歐神話的... 一個框架 體系 世界觀 兒子真耿直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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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骨 什么东西 我... 我认识你是个神 不是这个界面,但没错过他 他不懂,对吗? 关于你的真正? 或自己的? 这不是你的关系 这些宝贝的这些宝贝不担心 相信我 我知道 当他们找到你 然后他们会 他们会让事情困难 这会是我的问题 任何你遮探 你不能保护他永远 但你正确 我没关系 我还需要蝎蝎蝎 你意识吗? 我一团牙在我的森林里 只有一部分 好了 蛮蝎蝎蝎 好,提到9个事件 也不得不提的是 Egdrasil 叫世界树 世界树 我们这边先找儿子有一段对话 所有的这九个世界 全都是附在这个世界之树上的 这个树非常大 相当于是整个宇宙 那么世界树呢 有三条根 榨根在三口泉眼里 一口泉呢 是在阿斯加德 叫乌尔德之泉 也就是那命运三女神掌管的 然后一口呢 是在优正海巨人族那儿 是叫米米尔之泉 是智慧之泉 最后一个呢 是在这个 冥界 叫赫瓦格米尔之泉 这边我们拿的东西先回去 在赫瓦格米尔之泉的那儿呢 有一个毒龙啊 每天在啃这个树根 据说这个树根被啃穿的那一天 就是诸神的黄昏到来的那一天 好 这时候我们再去找儿子 儿子拔萝卜拔不动 阿爸很阳格啊 阿爸很阳格啊 我们拿着东西可以回去了 女巫家里非常漂亮 不管是前面那一片红色的树林 今天还是这个后花园 不离开不过 不离开不下 不离开不下 你想回答孔性吗 这牌子会隠着你 那些人可能会判断你的旅程 給你們蓋個章 放心肉 作為養豬的這個職業素養 這種章還是有的 兒子也蓋一個 北歐人都不穿鞋 都光腳 之前那個陌生人好像也沒穿鞋 非常厲害 北歐人都是以勇敢著稱的 有句話叫光腳都不怕穿鞋 可以看出北歐人很勇敢 這個羅盤怎麼說還行嗎 用起來感覺還行 它不是簡單的指方向 它會給你引路 這個這個方向會實施改變 這時候我們回去還有兌換 How is he? He needs rest, but I think he's out of danger Does he have a name? Hildes Feeney He's been a good friend for a long time I've never seen a boy like him You said he was the last in the realm? The last in this realm He's from somewhere else entirely He's from somewhere else entirely Back home he could take any form he liked but since he came here he's been Stuck Stuck as a boar? Stuck in his mind His own true nature grows faint in his memory like a dream While the illusion feels more real every passing day I'm not sure I understand I understand To live Simply to live in your physical form Day after day It's hard to resist believing you are your form In youth he might have had the strength to rebel But Hildes Feeney is very very old Without me to remind him of home Of himself I fear the boar is all that will remain Well I hope he finds his way home Thank you child I do too 這個野豬是什麼呢 它並不是這個瓦爾哈拉厨房那隻野豬 也不是弗雷垮下那隻野豬 這隻野豬啊 它給了名字了 叫Hildes Feeney 在北歐神話是有出處的 但是這個野豬不能講 一講射擊劇透 我們以後等到劇情到了的時候再說 反正也不是很重要 好 這裡我們遇到了這個新的敵人 夢魏 飛行的小怪很麻煩 這個兒子的弓箭攻擊力高了以後 直接讓兒子解決也可以 但現在還不行 還要讓這個阿葵飛他幾斧 一般來講這個重 按那個重攻擊的飛斧 大概兩斧子加補回箭就可以了 好全面 我們這邊女巫家的後院呢 有好多這個可以去的可以探索的地方 但是呢現在因為還缺乏一些能力 一些這個關鍵道具還沒拿到手 所以說像這種紅色的門啊 還有一些綠色的球啊 還有一些這個寶箱啊什麼都開不開 能撿的東西不多 我們稍微搜刮一下 我們來到下層呢 這邊可以看到有兩個敵人 你可以看這個光標移上去啊 是紅色的那個就是假裝的 裝死的敵人 而是白色的話就是一個軀殼 就是個空殼 直接打碎就行了 像這紅色的話 你要小心他 不知道什麼時候就活過來 所以先幹掉再說 好 那麼這個 我們這裡 再講一講我們的 阿斯加德12男神天團 阿斯加德的12位男神 Acier48是吧 阿斯加德的12男神呢 並不包括奧丁 因為奧丁是眾神之父 這個阿斯加德的12男神 主要是他的兒子們 下一代神 這邊東西推過去以後 有一個最後的面具 這一集應該是拿了五個吧 看一下 一共這個區域呢是九個 但是還剩兩個 我們現在拿不了 等到以後拿了新的能力以後再來 這樣我們就算是暫時收集期了 像遠處這些東西 還有這個這個燈啊什麼的 我們還包括這個寶箱 以後我們會有機會回來開 這個12位男神啊 首當其衝啊 雷神索爾 這個就不多做介紹了 大家都認識 然後呢是Bowder和Hodder 這兩個人呢是 歐丁和Friga 就是正式 大老婆 正式 身的這個一對孪生兄弟 一個是光明神 一個是黑暗神 黑暗神 倒不是說他內心黑暗 因為他是瞎子 然後是這個 這邊拿到一個護身符 先看這個 這個護身符我們可以看到 它是可以恢復生命值 然後呢 它的數值啊 雖然加的比我們現在裝的這個 古老的運氣護身符要低 但是看右上角 你的一這個等級上面會有一個綠色的箭頭 這就代表這件裝備的裝備等級 雖然兩個都是一級 但是它的隱藏的裝備等級 比我們這件高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呢 通常是選擇裝備等級高的這個裝備 就是前期 後期的話 你如果打一些流派 比如說你可以堆一些這個數值 然後說 或者說 你看中它的一些這個特殊的技能 和效果 你也可以裝 但是從前期來講 反正都是垃圾 這個這個 還是優先考慮 裝備等級 把我們這個人物等級給提上去 這樣的話 我們哪一口哪一口 LA加圓圈就可以恢復生命 但是它有冷卻時間 而且恢復的也很少 這個護身符升級以後 會這個 這個 恢復的稍微多一點點 也也不多 前期主要還是看裝備等級 裝備等級 人物等級上去以後 打這個敵人 比如說能夠 這個浮空啊 能夠吹飛啊 這還是非常重要的 這邊剛才可以看到一個珍貴寶箱 我們也打不開 巴德爾 霍德爾之後呢 是這個柏拉奇 柏拉奇呢 是師 師哥之神啊 他是伊登的老公 然後是哈爾姆達爾 哈爾姆達爾 哈爾姆達爾是這個 彩虹橋的守護人 彩虹橋的守門人 這個 彩虹橋 剛才好像沒說 彩虹橋是 是阿斯加德通往這個 米德加德的這個 一個唯一的出口啊 除了搜爾以外 其他的神都會從這個橋上面過 出去 為什麼搜爾不走呢 因為搜爾太重了 那個橋要壓塌了 我覺得搜爾每次都是渡河 摸魚過河 然後呢這個 還有呢就是 威達爾 和瓦里 這兩個人都是復仇之子 威達爾是為了給奧丁 復仇 命中注定要為奧丁復仇 在這個諸神的皇后當中 然後瓦里呢 是為了給這個巴德爾復仇 這個我們後面再講 我們這邊看一下 我們之前 現在來到新的地方 九界之湖了 之前的這個地區河口 可以看到右邊的一些收集品 有哪些沒發現 然後也收集了哪些 烏鴉的數字 我覺得還是有點奇怪 照理說應該還有兩隻的 好我們接著來往湖中間走 然後呢就是提爾 我們馬上就看到提爾神殿了 提爾呢 有的說法呢 說他是奧丁的兒子 有的說法呢 說他是巨人族 這個兒子 他的爸爸身份 有爭議 但是他的媽的身份 是一致的 提爾的話 除了提爾 剛才講到的那七位 都是歐丁的兒子 好我們這邊先看劇情 我猜他會有問題 我猜他會有問題 你會做嗎 你會做嗎 不想看劇情 你會做嗎 我會做嗎 你會做嗎 我會做嗎 我會做嗎 小細節 注入了蛇 可能是以後的一個防禁人 是八道 是八道 世界之蛇 在北歐神話裡原來是被稱為 Midigar Serpent 中庭之蛇 是繞著人類居住的Midigar一圈 並不是繞宇宙一圈 這個蛇也是有名字的 或者叫耶夢加德 音異的不同 前方這個雕像就是提爾 來到提爾神殿 這個世界之蛇是Loki的兒子 是一個巨人族 在這個諸神的黃昏當中 Thor和這個世界之蛇 同歸於盡 一個是死於錘子 一個是死於劇毒 所以說這個負責沾上了劇毒 不知道是什麼伏筆 好 那麼說到誰了 提爾是吧 後面還有 尼奧爾德和弗雷 這兩個就是華納神族 交給這個阿薩神族的 人質 交換人質 尼奧爾德是爸爸 然後尼奧爾德要兩個孩子 一個弗雷一個弗雷 都過來 變成這個阿薩神族的一員 尼奧爾德第一集我還提到過吧 就是在海邊做大寶劍那個 海神 然後最後兩位呢是這個烏勒爾 還有也是這個 福爾賽提 烏勒爾呢是這個 相當於是這倆是下下帶的 烏勒爾是這個西夫 這個叫做的老婆的 孩子 但是不是做的兒子 是之前那個 跟西夫和做應該是結婚前西夫帶來的孩子 是個狩獵之神 狩獵之神 狩獵之神 弓箭用得很好 然後最後一個呢是福爾賽提 是這個巴德爾的兒子 是個雄辯之神 負責法律 公正這一塊 這邊我們解鎖了世界樹的傳送門 這樣以後我們看到這個標誌的傳送門 就可以傳送回這個地方 現在前期呢是只能傳送到這個地方 提爾神殿 因為提爾神殿是個中轉站 去其他的國度 都需要去這兒 到後期的話就可以雙向傳送了 你可以去世界上任何任意一個這個石頭門這兒 這個石頭門上啊 刻著一個標誌 是吧 是聯通嗎 中國聯通嗎 它是一個類似於盤長節的這樣一個符號 這個東西在藏傳佛教裡面 叫做這個Eternal Knot 或者叫Endless Knot 永恆之結 象徵著這個永恆和輪迴的這樣一個意思 這個符號 當然在這個凱爾特文化和這個北歐文化裡面呢 也有類似於這樣的 但是形狀不太一樣的這個結 或者說是這樣的圖案吧 好我們這裡看到這個矮人這兒增加了好多 這個可以購買的東西 但是這都是垃圾 不要買 浪費錢 包括護身符 包括伏柄這些 我們後期都可以撿到好的 沒必要去買它的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考慮給兒子的爪弓 升一下機 只要5000塊錢 這樣解鎖他的第二次的技能 然後我們把兒子的技能升一下 兒子還是非常厲害的 這個箭筒的話呢 升不升都行 是減少這個弓箭的發射間隔 補充弓箭的這個時間 就冷卻時間 這個符咒呢 或者叫符號 這個東西就是相當於是嵌的寶石 裝備上有孔的話可以嵌上去 增加一些屬性 然後這個文物收集齊的四件 我就把它賣了 沒收集齊也可以賣掉 但是我這邊就不賣了 反正現在也不是特別缺錢 收集齊不收集齊 這個賣不賣不影響這個收集 拿到了就算拿到了 我們做一件這個野豬上衣 直接把它裝備上 這樣我們的力量可以踢一點 一點裝備都沒有的話 一直用這個默認的垃圾三件套 我們一些戰鬥會比較棘手 我們再把它升一級 這樣會多一個孔 再拿一口 這個冷卻時間在播放劇情的時候 也會回的所以說還挺好 我們裝一個這個現在僅有的一個防禦二的符號 裝備等級現在還是一 但是那個藍條在肉眼不可見的 是長了那麼一點點 反正你們也看不見 我相信它長了一點點 我們這個技能的話 現在開開兒子的技能好了 然後這一次也差不多了 剛才那個十二男神應該講完了吧 這兩招一招是這個牽制的 一招是增加暈眩傷害的 都挺好用 中間那招的話不著急 我覺得沒有這兩招好 然後把這個攻擊力升一升 然後右邊的是發射速度 這個前期應該也不是特別重要 沒關係 好這邊可以看到它叫我們裸盤怎麼用 可以標記 然後呢就可以去目的地 從這開始呢就可以變成開放世界 你可以去搜索一些 這個兩岸的一些直線任務什麼的 但是我們現在等著還是有點低 先做底線好了 再看一下這個門 這個門的話 現在哪也去不了 因為之前那些雖然走過了 但是沒有拿這個石頭走過 它這個傳送門就不算打開 之後我們還要再去去一趟 然後才能激活那個傳送門 好那麼這一次節目呢 差不多就到這了 這個在broker這兒開始 在broker這兒結束 我們下期再見 保存一下 謝謝收看我們下期再見